黑暗迪迦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他能否击败神秘四奥 我们都知道黑暗迪迦的实力很强大 他在三千万年前就拥有着当时至高无上的黑暗力量 也曾是宇宙中的最强的统治者 网上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黑暗迪迦能秒天秒地 反正黑暗迪迦就是无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概是因为最终圣战李卡蜜拉说了 迪迦是超古代最强的黑暗巨人 并且卡蜜拉的实力已经非同小可 更不用说比卡蜜拉更强的黑暗迪迦了 按理来说 黑暗迪迦的实力是不会出现两极分化这种情况的 可惜天天剧场版里 大谷变成的黑暗迪迦实力特别弱 从官方给出的这张图里可以得知 大谷变成的黑暗迪迦之所以会那么弱 完全是因为他本身的光之兴起到了阻碍作用 不能完全发挥黑暗迪迦的实力 而黑暗迪迦的真实实力到底是什么样呢 在银河奥特曼中给了我们答案 不少网友以为银河里的黑暗迪迦并非本尊 实力上也有所折扣 但是很可惜 远古已经表明黑暗火花实体化的战士 拥有原本躯体100%的实力 从设定上可以看到 这个黑暗迪迦的实力跟本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并且远古还专门强调 这次的黑暗迪迦没有光之星的阻碍 完全发挥出了震惊超古代的实力 而这个震撼超古代的实力也就是碾压银河奥特曼 那个时候的银河还没有被削弱 要知道银河可是实力无上限的战士 但由于银河的上限和下限差距太大了 从这也很难说服别人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最终胜战 从官方这张图已经明确表示 黑暗迪迦跟复合型迪迦是一个水平 各位小伙伴千万别忘了 超古代时期的迪迦是从黑暗变为光明的 也就是说他是从黑暗迪迦变成复合型迪迦 姑且不说转向光明的时候实力会得到增强 但也不至于变弱吧 所以我个人认为黑暗迪迦的实力 与复合迪迦是不相上下 毕竟黑暗迪迦是最强的超古代战士 而复合迪迦也能变为闪耀迪迦 所以都是光与暗的顶点 迪迦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通过上面的内容也能看出来 黑暗迪迦之所以会备受争议 主要就是因为迪迦本尊和大古 变成的迪迦之间的实力差 所以迪迦本尊的实力 也是被很多网友吹得神呼其神 但这一块的具体设定官方并没有给出 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 迪迦本尊肯定强于大古变成的迪迦 在远古复苏的巨人之部外传中 我们可以发现 开头复合形态打爆魔神的那个迪迦 就是本尊操控的 可以说是毫无压力的吊打 而后面小一和伊达姆变成的迪迦 打起魔神来都非常吃力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迪迦本尊的实力强于人间体变为的迪迦 但现在网上关于迪迦的那些谣传 都快能跟卡拉法尔大帝 神秘四奥这些传闻相提并乐 也难怪会滋生出敌风和敌黑 所以迪迦到底能不能媲美并击败神秘四奥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得知 但如果硬要对比的话 迪迦的实力应该也和他们是不相上下 毕竟年龄和实力摆在那 其实我认为想给迪迦争一个最强 很简单 拿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来说是就可以了 这个绝对是毫无争议的 所以问题来了 对于迪迦的实力你们有什么看法呢